今天我来分享一下白酌生菜怎么做 才能掌握住其中的技巧 你可以像在酒店吃的一样 色香味俱全 我们准备好一个结球生菜 去除根部 去掉外面不好的叶子 然后用手一层层的把生菜叶包下来放置盘中 红辣椒切丝 葱白切丝 小碗里面加入生抽 按照1比1的比例加入清水进行调和 我们锅里放水 加入两克食盐 水烧到八成热的时候关火 把生菜放下去 十秒后就出锅 不能尝 如果尝了 生菜就会变色 也不要等到水开后放入生菜 那样颜色容易变灰变黑 生菜我们十秒钟后捞出 菜已经有六成熟了 我们把焯好水的生菜 装入盘中 上面放上葱丝和辣椒丝 后 把我们的生抽均匀淋在生菜上 这时我们锅里倒入少许油继续加热 用热油浇到辣椒丝和葱丝上出香 这样一道很简单的白酌生菜就好了 既简单又美味又爽口 如果喜欢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喜欢我做的菜就请关注我 关注永哥私房菜 每天带着您不同的美食